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收紧豁免检疫安排及院者出院标准 郑总等外围的水马移除 李家超称代表香港全面回复安全常态 巩固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新加坡当局预测到月中 当地单日确诊可能达到5000宗 下个月1号起 外劳和学生入境前都要打完疫苗 各位 本港正跟内地商讨免检疫通关安排 有参与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相信 设专属的过关码是通关的必然条件之一 又透露内地希望本港规定机场人员等高危群组加密检测 也要收紧患者的出院准则 本港本地零确诊持续超过40天 但跟内地至今仍未能免检疫通关 有份参与首场跟内地专家对接的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楚昌 通关条件之一 是过关人士必须要用类似健康码的过关码 里面就是要提供到一个核酸阴性的报告 打针的记录 就是新冠疫苗接种的记录 另外就是你不是紧密接触者 也都没有去过那些高危区是有暴露过 以及以往那三个礼拜去过那些地方 那这些资料都要全部进入过关码 他又透露内地专家较担心本港的外防输入措施 包括希望加密跟入境人士接触的高危群组检测的次数 由目前三天到七天一次改为隔天检 又建议收紧确诊者的出院准则 两次检测成因性后 再到指定地点医学监察14天 暂时来说香港就没有什么过案 如果你要跟都不难的 如果个过案开始多 后期那14天监测 也都可以用一些中转地方 例如在这个Penny Bay 足高湾那类 你都可以在那些地方那里做这个监测 就不用全部留在急症医院里面做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可能他已经验了两次 都已经是没有病毒 就是可能是阴性这样计算的时候 那为什么还要有14天的一个所谓的隔离 内地他很担心有服养这个情况出现 这个来不来都会有发生的 如果完成所有改动 何时可以正式免检疫通关 现在来说卫健委就会提供一些书面的建议 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那几个项目要改善的 那他们也都可能是会来香港做一个实地考察 那如果是我们跟到他那个 跟贴到他那个内地的措施 是很可能好像澳门 就是可能四五个月就可以通道关 无线电视记者李千云报道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指 因应日后跟内地通关 会全面检视用作过关的香港健康码 呼吁市民耐心等候 上年七八月之间 已经完成了一个过关的香港健康码 方便我们市民大众 在粤港澳三地是方便往来的 大家都可以记得 包括了回港澳来港澳 都是有这个香港健康码 其中我们香港的健康码 我们会全面检视 令到它可以更加可以有效 本港没有新增的新冠病毒确诊 是继上个月十六号之后 再次录得零确诊 初步确诊就少于五宗 另外医管局有意购入 美国墨沙冬药厂实验中的 口服新冠病毒药物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认为 由于新药费用高昂 建议给指定的病人服用 相关委员会最快十月底开会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 政府总部等多处外围的水马移除 象征香港安全稳定和信心 指港区国安法令香港回复安全和稳定 中联半外的两米高的水马 日前被拆除 包括政府总部的水马镇 星期六晚也被移走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网制表示 正总外围水马被移除 展示香港原油安全面貌 象征香港安全 稳定和信心 至于其他地方的水马也已经被移除或即将移除 香港全面回复安全常态 巩固了香港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李家超指 国庆日全港多区灌满国旗和区旗的旗海 举办不同庆祝活动 市民高兴地度过 与2019年国庆日 黑豹和外部势力插手破坏的场面 形成墙业对比 他又指 在评定黑豹后 政府年初至今 积极为约200个道路购置物 和约1万只灯柱进行复修和美化 为社区带来新气象 创造近300个临时职位 形容这些都是港区国安法 和爱国者治港原则带给香港的 他说 这届立法会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 既监察政府又具建设性 预期通过的法例有40多条 是过去每年平均20条的一倍 财委会通过的拨款可达2800亿元 对香港的建设 发展和就业 产生重要作用 加上十四五规划 潜海方案等机遇 香港前途无限 无限电视记者王恩惠报道 政府正研究为基本法23条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估计 明年上半年渴望完成 政府说 港区国安法未能涵盖 所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正研究为基本法23条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现在已有一个挺好的基础进行立法 相信明年上半年有万亡成 对于有意见认为 近一年多当局就国家安全越收越紧 谭耀宗认为只影响一小撮人 当环境改变 近期越来越多港人移民 谭耀宗说 以往是过 也有人最终回流 基本法列明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不舍然担心2047年后会是如何 谭耀宗认为中央会事实处理 他重申一国两制下 不可以只强调两制 否则背后可能有排斥一国含义 公务员应该努力思考如何落实好政府的政策 五线电视记者李千亭报道 职工盟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表决执委会早前通过的解散议案 职工盟执委会上个月中通过解散 称成员收到讯息 指如果再继续运作 可能面对人身安全威胁 议案在特别会员大会一决时 票数以蜀会为单位 积极代表人数合共约100票 要有至少50票的代表出席 当中五分之四支持 才可通过解散 目前职工盟有约80个鼠会 有鼠会称 如果大会通过职工盟解散 会感到可惜 但鼠会仍然继续运作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预测大致多云 明天初时有一两阵骤雨 最低气温于27度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 星界再高一两度 吹和缓至清净的偏东风 四点钟气温29度 相对湿度75% 空气制宿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 都是低至中 此外线指数12 强度数以低 新闻报道完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